我向大家報告 除了短收 还有这个短报 虚报的账务之外 我们上后小组也全面清查了 很多外界的质疑 很多的支出项目到底有没有必要 以及跟木可之间的往来账务关系 首先可以大家看到 上后小组呢将 竞选总部支出给木可的项目逐一列出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总共有16笔的款项进出 当中有一笔是木可公司 捐赠给竞选总部的100万元 但是因为当年度 木可公司它不符合捐款的条件 因此把它退回 其他的15笔都是由竞选总部支出给木可公司 我们将比较大笔的项目 把它做一个分类的统计 其中在商品的部分是1000多万的支出 另外有影音制作租车 还有一笔授权金 这笔授权金过去在媒体上大家都所讨论 为何会有高达1500万元的授权金 这笔金额也是上后小组非常想要了解的一个项目来源 如果要了解这个授权金 我们首先必须要先了解到 柯文哲竞选总部跟木可之间的关系 不好意思我们这边的 请各位稍等我们一下 好让他们简报重新连线一下 还是要回头 不好意思设备问题 我们现在看一台电脑试试看 好的那等一下就麻烦同仁帮我换一下下一张简报 好刚刚已经提到了 我们察觉到呢支付给木可的总共有16笔 包含一笔退回的款项 那么总共是15笔的款项 总计是3200多万元 麻烦请下一张 把它分为四大支出项目 其中也有一笔授权金 上后小组认为这个授权金似乎有过高的一个状况 下一样 为何会有这么高的授权金 首先我们必须先从柯文哲主席 还有木可公司 以及竞选总部三方的关系开始说起 在大选期间 其实有非常多的外部厂商来跟竞总联系 希望能够取得竞总 或者是柯文哲主席本人的授权 要来制作竞选小物 那么我们同时呢 也有非常多的协助选战的需求 包含行销宣传等等的事宜 那么2022年的时候 木可公司成立 他的董事长是李文娟女士 那么当时呢 柯文哲就将他自己的肖像权 授权给木可公司 也就是委托木可公司来统一 对外来进行相关外部厂商的一些小物的授权 要有这个肖像权的授权 才能够进行小物的制作的事宜 那么同一时间呢 在2023年的5月20号的时候 竞选总部成立了 竞选总部成立 我们也需要木可公司来协助很多 选战相关的需求 因此在竞选总部这边跟木可公司 也定令了一个契约 双方是一个友好合作的关系 也就是由木可公司来协助我们做很多的公关 还有宣传跟小物兑换等等 比较一些繁琐的一些事物 唯由木可公司来协助处理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需要给他一些作业处理费 以及授权或者是委托金额的原因 下一页 好的那我接下来进行这个时间流 跟大家进行一个报告 刚刚已经提到了有两个约 第一个约是柯文哲主席授权他个人的肖像给木可公司 另外一个约是木可公司跟竞选总部之间签订的一个合作的契约 那么柯文哲主席他授权给木可公司全权处理他的肖像权 因此他也收取了肖像权的费用 从去年一直到今年总计是450万元 这个450万元柯文哲主席当时就是设定 这些肖像权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本来就是要回馈党务 所以全部用于民众党的事物以及捐助给公益使用 另外呢在我刚提到的2023年5月成立了竞选办公室 开立了政治现金专户之后 也委托木可公司来协助我们处理捐款小物 还有呢外部宣传等等的事宜 所以当时竞选总部跟木可公司也签了一个约 这个约是竞选总呢会提拨销售的总额 也就是这个小物的销售总额 不高于10%来给木可公司作为授权的费用 但是这个授权的费用为何会高达1500万元 在整个查账的过程当中商务小组有不断的询问木可公司 到底这个授权费用的来源还有一些项目以及凭证 希望能够完整的出事 因此我们发现了木可公司还有竞选总部 对于授权金的理解出现了非常非常大的落差 请下一页 这边是我们跟他竞选总部跟木可公司合约的内容 也就是针对斗内换小物 委托他们来处理管理相关的费用 麻烦下一页 再下一页 好 这一页就是来自于合约的争议 各位可以看到其实整个政治现金主要分为两块 一块是纯粹的捐款 纯粹捐款指的就是支持者 他要用不管是现金或者是信用卡汇款等等方式 可以直接进入到政治现金的账户 直接给候选人 而另外一块呢是所谓的斗内换小物 这个斗内换小物的意思就是借由一个第三方的支付平台 上去斗内了之后可以换取相关的小物作为纪念品 当中的落差就出现在这边 竞选总部制作小物的成本大约是1400万元 按照契约上头的精神 原本设定的是这些小物的成本的总额 将近1400万元的百分之十 也就是大约是140万元 是可以提供给木可公司作为授权管理费 但是木可公司却认定为 是整个全部斗内换小物 在第三方平台上所有的金额 也就是高达1.5亿元 乘以百分之十 也就是1500万元 当中的落差就在这边 竞选总主张139.9万元 木可主张授权金是1500万元 这当中的落差我们感到无法接受 下一页 好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合约的内容当中 木可公司主张的是 他们的作业管理费值的是 整个均款换小物在第三方平台上 所有产生的木款总额的百分之十 而竞选总部的主张是 小物总值的百分之十 作为作业的管理费 因此下一个阶段 商务小组要求 请下一页 我们要求木可公司应该要退回 争议的款项 1360万元 也就是我们委托他们处理的作业费 应该是小物成本的百分之十 大约是140万元 他们总共向竞选总部收取的1500万应该要减掉 139.9万元 因此必须要返还1360万元这样子的金额 下一页 好接下来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我们要求木可公司必须要返还一收的金额 除了这个授权金之外 其他相关的交易往来的记录以及凭证 我们也要求木可公司必须要禁速的出示 委由双方的律师代为处理后续的争议 并且禁速返还争议的款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